哈喽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今年的法国公开赛 大家应该知道今年的法国公开赛是单独加了一战 因为每一届的奥运会议之前都会有一战奥运测试赛 所以这一次法国的公开赛也是奥运测试赛 然后当然也会在奥运球馆打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的兴奋 然后可以提前去适应奥运场馆 我们现在就要去训练了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一次的奥运场馆到底是什么样子 Let's go 这次打奥运场馆有什么感觉 很期待 我们现在很期待这个场馆因为我们现在就去训练了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训练了 然后比方刚适合我们之前打奥运场馆 这样可以去训练了 反正说更大一点 更大一点 对 还是比较期待 昨天我们军导去看了一下奥运场馆说 我回来跟我们说一句 这个场馆谁抢到进攻机会谁就 所以说谁就开始负一切地玩看场馆然后要看进攻很多 那就换你场馆我啥就 这个场馆这次就在我们酒店的边上走路了三分钟就走了 就是这个阿迪达斯阿运来 我们的奥运场馆 这里是热身场地 我们的活动馆 现在热身馆热身结束了 我们去比赛馆了 我感觉这个热身馆非常滑 没事我们不在热身馆里面 我们怎么比当42V呢 这个是奥运场馆 这个背景是游进的全军的类型 比方说是小板的生命 上面一个大屏幕 什么感觉要一场馆 还没打 等一下 我们下期见 今天的升级场地结束 对 这个场地怎么样 还挺好 感觉跟那个全异的玩意 但我们感觉那个训练的时候胜利不够 没关系 第一天往外来 对于来加油 结束了第一天的训练 现在是周初的下午3点钟 我们刚刚打完16轮进8个比赛 然后我们顺利进去8场 第一轮在升级场地的时候 还没有很适应 因为这里的场地 它有一批冷的风向 第二轮比第一轮好一些 然后慢慢也进入状态 然后对手也一轮比一轮强 然后明天8进4的对手已经出来了 我们是打老对手德查博萨西米 但是我们好像有一段时间 没有跟他们交手 上一次的交手好像是存留在去年的丹麦中开赛 然后也是三局 三局显胜 打到最后第三局的最后关键三个关头 才拉开比赛的升级 他们最近的状态也不错 那个刚刚在年初的时候 拿了一战印度和泰国的冠军 他们今年已经拿了两战关键 今年还刚开始了多久 所以明天肯定又是一场恶战 我们会买力准备 备战明天的8进4 今天巴黎的天气好好啊 就是我们的赛馆 哇这天气太舒服了 我们的赛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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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赛馆 都是赛馆 我们的赛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h, challenge coming 这一次的法国公开赛结束了 我们又是以八强的名词告终 不过这一次的发挥 比去年法国公开赛的发挥要好很多 之前说了 德塔沃萨丽是一场二战 但没想到这个二战 比想象中的还要艰难 我们其实在最后关键分的时候 也是有一些机会吧 几个球处理的不是很正确 其实还是有机会拿下的 他们那天发挥的确实很好 我自己的整一场球 我感觉这一场球馆 奥运馆打下来之后 我的整个进攻感觉会比以往的 在其他球馆杀球会变长一些 包括最后一分 我们是有一个杀球杀到底线外 包括之前有一个 我好像一场球有两个杀到底线外 会感觉整个杀球偏长一些 包括有一些往下突击的球 也会比以往的球更长一些 所以人家会更好防 通过这一次比赛呢 我们也做完了总结 然后也希望能够吸取一些 有用的经验 然后下一次再来打的时候 能够有一些帮助吧 我们马上也会去英国 准备全英公开赛 也是一年当中非常重要的比赛 我们也期待在下周的全英 会有一个好的表现 最后我想说奥运场短 我们7月份再见 我们7月份再见